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1400整点新闻 先带您来掌握台北市的三家百货公司 包含了有天母的SOGO 大业高岛屋以及大直美丽华 在昨天晚上突然接到了消息 有确诊者的足迹 也因此提早闭店清销 而且在今天是停业一天的 而根据台北市卫生局透露的消息 确诊者是一名英国返台的女性 她主要是因为要返回英国前 做了筛检的时候确诊 运工来回清洁定面喷洒消毒水 大直美丽华隐城19号晚上 接到台北市卫生局通知 有确诊者足迹 紧急在8点半左右关门清销 20号停业一天持续消毒 预计21号恢复营业 隐城公关表示 根据卫生局确诊者 是在百货店关门时涉足隐城 推测是在晚上10点后来到隐城 也因此20号整栋 只有6楼以上隐城停业 不过电梯全都已经消毒完毕 确诊者足迹还包含远东搜狗贴母店 大业高岛屋三个地点 全都完成清销 20号停业一天 预计21号复业 一早百货附近不少民众 听到有确诊足迹都很错愕 也有民众想采买却扑空 直接他 因为我要去超市啦 那他是贴9点 他现在9点多了 而且我们有去高岛屋 有去高岛屋 你有去喔 我没去 我有去 那你不要客气 北市福特劳 这位确诊者是20多岁英国返台女性 要再次出国前筛检 竟然确诊 CT值34偏高 目前尚未公布暗号 卫生局正在匡列调查 预计下午将会有更详细的资讯 及活动时公布 记者杨氏区岁宣泰报导